大家好,欢迎来到护江俄语课堂,我是主讲人,Yanna。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护江俄语零七点课堂一直在等你。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首先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商节课的内容。 在商节课上,我们学习了一个新的变革形式,非动物名词单数第四格。 这么长一串的概念,它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其实核心就是第四格。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发现它是单数名词的第四格,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为什么非要强调是非动物名词呢? 其他变革形式都没有区别动物名词和非动物名词,只有在变第四格的时候有一些区别。 那么非动物名词的第四格,它是同第一格的。 其实啊,不管是单数还是负数,它们的第四格基本上都是同第一格的。 注意,这里我说的是基本上。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不诠释。 大家应该还记得,阴性和阳性,它们如果是以阿、亚结尾的话, 那么在变单数第四格的时候,就需要把阿变成呜,亚变成呜。 比如说, occurm nata就要变成呜就要变成呜握拿도。 bisne要变成bisnu。 auditoria要变成auditoriu。 第四格可以干什么用呢? 这个也是我们在上 cess译课当中学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 第四格首先可以做补语,比如说看书,看电视,喜欢文学,等等等等。 除了做补语之外,第四格还要和前置词无那连用,他来表示目的和方向。 在表示方向和目的的时候呢,可以和带有方向的这种动物来连用,比如说我们在上次看到的一起,还有一起,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请您到餐厅吃饭怎么说呢?来,我们一起大声地说出来。 这句话当中,四格的两种用法其实都出现了,而且是非常实用的一句话,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除了表示方向和目的之外呢,我家第四格还可以表示几点钟,什么时候,比如说 当然我们在汉语当中这个再其实习惯上是不说的,我们说两点钟做什么,星期二做什么,但是我们一定心里要明白,在俄语当中一定要加上五,表示再几点钟,再星期几。 好了,今天在这个表面试过后呢,我们还是分开课本来看,看第80蚌子最下面的 типич entitled一个山本的一天,也是一个外国人,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小语话。 可以够购买 rivers吗? 是可以够购买've énorm你的地道。 当然,但是今天晚上的一天,今天购习了。 是好,我明白,谢谢。 好,我明白。 这是中邮屏旺呢? Г屏旺的中邮,在中邮里面上。 我ols好,在中邮央,在中邮中。 謝謝 Можно заказать билет в 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可以給你錢嗎? 當然 но только завтра 當然可以 今天房子已經開了 好,我明白 謝謝 謝謝 где магазин ГУМ? ГУМ商場在哪? ГУМ в центре напротив Кремлем ГУМ在市中心 在克林林工對面 Спасибо 謝謝 賓館的服務可以說是最周到 也是最人性化的 所以除了能夠滿足吃住的要求之外 還能夠訂到各種各樣的票 以前我們學過有火車票的說法 還有飛機票的說法 還有飛機票的說法 今天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新的說法 大劇院的票 預定這個詞 我們已經見過了 它是一個典型的奇物動詞 所以後面可以直接加上名詞的第四格 來做補語 那麼車票 它是一個飛動名詞 所以呢 它在變成第四格的時候 看起來和一個還是一樣的 The Gazette Billet Конечно 它是一個插入語 所以在後面一定要加上豆號 大家千萬不要忘了 售票處已經關門了 我們知道 就是不營業了 關門了 在俄羅斯亞去劇院看戲是一種文化習慣 買各種戲劇的票 電影票在GASA裡面是最方便的 不過 比這個更便捷的肯定是在網上買票了 當然網上買到的票 我們還是需要在售票點來取票 或者是在自動的這個取票機上 也可以取票 當然啦 最直接的辦法 還是要去售票點 那麼售票點 除了在各個劇院有以外 在其他的街道上 也會有這個售票點 叫做GASA 在那裏呢 大家不僅可以買到票 還可以看到最近各大劇院的這些節目單 還有一些熱銀的電影 好了 我們還是言歸正傳 GUM 這個商場 大家已經知道了 在市中心 在紅場邊上 NAPROTIV KREML 在克林林宮對面 我們想說 在什麼對面的時候 就要有NAPROTIV 當然了 那PROTIV後面 他肯定是要加一個其他格的 什麼格呢 二格 大家應該還沒有忘吧 所以這個KREML 要變成KREML 這一課的小對話 我們都看完了 大家是不是完全記得 所有對話的內容呢 我們來檢驗一下 來看UPRAJNINIAZIN 我們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盡量不要翻到前面的對話來看 這樣不僅可以檢驗我們 是不是真的記得對話的內容 還能夠好好地鞏固一下之前學到的內容 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定要大聲地說出自己的答案 VAPROAS 这个问题里面他问到的是宾馆的名字 当然了这个宾馆的名字叫Mars 而不是Bocuk 问题B 在宾馆的房间里面有没有电话呢? 当然是 问题B 电话呢? 电话呢? 不能用呢? 其实我们也不觉得 因为这个 администратор 他也不觉得 电话呢? или нет 我们再往下 вопросG 在宾馆的房间里面有没有电话呢? 这个酒店有没有餐厅呢? 当然 在宾馆的房间里面有没有电话呢? 问题D BASUM BAR BUL CONTREET BAR NIGU SHIHOU SHIKAI TAMAL BAR BUL BAR BUL ZACREET sao 因为Ivan到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所以,bar 还有restaurant 都已经关门了。 货金子不太开的? 当然,不太开的。 但那9天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营业。 最后一个问题。 Ivan要了一杯咖啡吗? 他要的不是咖啡,而是茶。 那么大家说出来的答案是不是和刚才我说的这些一样呢?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练习。 在右边给出了一些动词和短尾形容词,比如说, 在关门的,关闭的,这是一个阴性的形式。 在过道,对定,这是一个阳性的过去式。 在,有,不,在,或者是有,当然它是一个阳性的过去式。 看,或是她的形式。 工作,也是或是她的形式。 开放的。 它是一个良性的形式短尾形式。 看。 您看。 好了,现在来看左边的第一个句子。 Ivan, Ivan, Vugasinitsa。 这句话当中的主语是Ivan,Vugasinitsa是在宾馆。 那么这个空上需要填的这个词当然是在。 现在是当中yes不出现,所以需要用到过去式。 那就是要填,Vugasinitsa。 那就是要填,Vugasinitsa。 Ivan,Vugasinitsa。 餐厅从一点开始干什么呢? 当然是开始营业了,所以要用atkrit。 那有没有可能是关门呀? 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有的,但是在给出的这些词当中啊。 Zakrit它是一个阴性的,而restaurant是阳性的名字,所以它们两个没有办法搭配。 在这道题当中呢,我们也只能填atkrit。 再来往下看。 Vugasinitsa。 这里自然是zakrit的了,非常简单。 下面一句话,大家如果记得对话就更简单了。 Ivan,Vugasinitsa。 好了,再往下。 V,Televisor。 有电视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看电视。 这里自然是V,sumotrit telivisor。 再来看下一个。 Televisor numere nie。 左边剩下的这个词呢,只有sumotrit和rabotet。 自然我们肯定是要用rabotet。 Televisor numere nierabotet。 那么最后一个句子就非常简单了。 Administrator смотрit na bagage。 管理员正在看着行李。 我们要注意啊,sumotrit na что? 这个时候表示的是朝某个方向看,看着什么。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小练习。 还是先看左边一栏的单词。 Хорошо. Приглашаю. Restaurant. Gdzie? Chas. Gostinica. 这是一个小对话,我们可以直接念出来完整的句子。 我带着你去餐厅吃饭。 我邀请您去餐厅吃饭。 非常好。 好,来看第一句。 Ivan Smokrit Televisa Smakrit,它的不定是Smakrit,所以Ond的变位当然是Smakrit,所以这句话要变成Ivan Smokrit Televisa。 下面一句Barbel Zakrit,这句话当中能够表示过去时的就是动词Bel,所以只要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Bar Zakrit,那么下一个,Zoe Petrovna была в ресторане,Bella在这里,它的意思是在,那么变成现在时的时候也不出现,所以还是一样,把Bella去掉。 Zoe Petrovna в ресторане 来看下一个 Gasa была закрыta 这个非常简单,和刚才一样,把这个Bella伸掉就可以了。 Gasa закрыta 好,再来看下一句。 Ludmila работала Ludmila ramoskve Ludmila ramoskve Vtons Rabotala tada yuensin shi rrabotat i Zoey这句话 u miau shoo Ludmila ramoskve vmoskve Zeci kancianen ze zi muzna li Sankt-Piterboorg Znael tada yuensin shi znać Zoey zi e tyukhu ha ga shen sienzas shi z 我们的第一句是 My name St. Petersburg 来看最后一句话 Ani ni понимarem понимarem 它的原型是 所以改成现在是 我们要说 Ani ni понимarem 每次的对话呢 我们都会从俄语翻译成汉语 下面呀 我们试试从汉语翻译成俄语 好 来看92页的翻译联系 我可以听一个翻译成吗 等到星期二 Можно заказать номер 到 вторника 你信什么 ваша称名 我姓马尔科 全名是 Natalia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马尔科 моя称名 马尔科 本来名 Natalia Vladimirovna 马尔科 可以听 8 Lift Lift Napravo Lin yu no yu ma Dush Rabotait Dash 当然 Konечно Hada Tangtyn jen da yi ma Hrao Restoran 现在 Otkry Nai yo Heng wala I jing guan mela Niet Uje posed N Sейчас Zakryt Zen yi ha Kak jajl Kak jajl Pu si jen da jie shang yo yi jia italii cangwa Ni jabu yu Ni jabu yu Ni jabu yu Nu ulice Bushkenna Yes yi italianski Restoran Eto nedaleko Ni jing guan ni de jio ba Hada yin je Var v kastinitza Zakryt Xie xe Ni guan ni Kai shangwa Ma Spasiba V kastinitza Mosna padklujitsa Kindere netu Kai Jio ba Yekai Da Var Doshan Mosna Xie xe Ni jen jen Pasiba Dos akra 我们在学习过很多遍类似的表达之后呀 词的表达之后呀 对这个小句话的翻译应该是轻车熟路了 唯一有一点点陌生的可能是上网的说法 互联网 网络 Internet 注意啊 这个词的首字母需要大写 因为它是一个专有名字 那么上网怎么说呢 Batklujitsa Internet Batklujitsa 它是表示和什么什么相连和什么连接 那后面的这个关系要用什么呢 K Chunmu K是一个要求三个的前置词 最后呀 我们再来看看91页的小短文 Text Ikari Novosibirsky 在看短文之前 我们还是一样先来补充几个清单词 Sibir Siboria Sibiri Safe Safe 保险柜 Safe Haladilnik Inciang Haladilnik Vstrèche Huimian Huaiwu Vstrèche Znakomé Shouren Cangshizjo Zen Znakomé Office Van Ofice Vanc Stolk Fangguar Jobari Datsan Zho Stolk Grozynski Groziyada Grozynski Xu Zone Hu Ny Ikari Ikari Comblion Grozynski Novosibirsky Stolice Sibir Vid So KaZal KaZUSI 新 supportive 有头房 有洗礼服 嗦 失明 不断 如果你懂 住�에 今晚在 nou 没 显究 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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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社會 loser 有同道外 如果他是一家庭 如果可以 eff Pendant 你賣一個 court 他會贈二家庭 如果別人贈一家庭 提供海道 虔寄 這間餐廳店 這是一個新西部店 我很高興 今天是新西部店 今天是新西部店 以來在新西部店出餐 是新西部店的收服 他在新西部店出餐 是新西部店的收服 他在新西部店出餐 新西部店出餐 他住在周四 有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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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衣服 今天 今天 有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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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餐廳 現在已經很晚了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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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已經關門了 餐廳 有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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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Завтра Игорь приглашает Нелли в театр и в ресторан. Игорь要请 Нелли明天去餐厅吃饭. Он заказал два билета в центре, в театр, и заказал столик в ресторане на улице Свердлова. 他还定了两张席票,在 Свердлова接上的餐厅定了购物。 Это грузинский ресторан,这是一家 грузия餐厅. Нелли очень рада, Нелли非常高兴. 今天是星期一, сегодня понедельник. 那么我们说今天是星期几,只要加上今天和星期几就可以了. 比如说, сегодня вторник,今天星期二. 那我们要说明天星期几,这个要怎么说呢? Завтра среда,明天星期三. 要说昨天也是同样的道理. вчера четверг,昨天是星期四. 我们要表达星期几就是这么简单. 倒下来看,出差, Гоманджировкин. 如果我们说在哪里出差,就要用到六个, Гоманджировкин. 如果要说去出差,那我们就要用到第四个, Ехать с Гоманджировкун. Дочитвергка. 大家要注意啊,这里的重音在 А上面. 到周四之前怎么说? 对了, Дочитвергка. Znagome. 熟人,认识的人. 这是一个形容词做名词的形式. Znagome, yang姓是Znagome. 如果熟人,认识的人是男生,那我们就要说Znagome. 他邀请熟人去餐馆吃饭,去看戏. Ygri приглашat neri v teatro i v restaran. 在这个地方, v teatro, v restaran,都可以引申为表示目的. 比如说, teatro,我们可以说去看戏,而不仅仅是去剧院. v restaran,自然是去吃饭,而不仅仅是去餐厅. 那如果我们要说看电影呢,就要说Prikla-shat neri v b no. 大家可以记住另外一个说法,邀请某人做客. Prikla-shat gavur v gosem. 邀请某人去做客. 这里某人我们要用到第四格,那么动物名词的单数第四格基本上是和第二格相同的, 具体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来说。 现在就要靠大家自己来做做这些小练习了。 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测试吧。 好,这节课的内容主要是复习和巩固。 通过不断的复习才能够很好的掌握本课的内容。 那么今天的内容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Dustach! 到 gaz栏中文连。 chancescja愿者,核相声 respecto公開放,